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活躍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攻略 給你鍛鍊籌碼的機會 非常的感謝 而且歡迎各位好朋友 準時光臨 全民心攻略 這個佛約前世五百次的回眸 才換來今生的一次擦肩而過 所以現在生命裡面的同事 夥伴 親人或者是隊友 都會是百年緣分的連結 一定要好好地珍惜它 今天晚上雙雙對對的 都是生命中最佳排檔 一起同台競爭 會是胸有地公 還是戲牆鬥爭呢 來 歡迎三對嘉賓 介紹第一組 他們都是同盟啊 厲害啦 美聲重唱組合 微晨 你好 你好 微晨 最後一位是乙憂 嗨 大家好 我是乙憂 是乙憂啊 不是乙憂 乙憂 接下來呢 哈孝遠的守護者 哈平原 藝能界最高的諧星 哈孝遠 好 紅孩兒裡面 負責門面擔當的王海文 好 歡迎 紅孩兒裡面 負責訂便當的馬國賢 你不能好好介紹嗎 訂便當 可是我負責環境衛生好了 因為你當隊長 說出來就沒人相信 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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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年紀擔當 不是 年紀擔當 年紀擔當 對 最大的 乾脆說我是紅孩兒裡面 長輩好了 對 馬飛你好 你是紅孩兒裡面的牛魔王 對不對 今天你們要爭取一下 雖然是兩兩義主來 跟真正個人的成績跟表現 OK 好 好好加油 好 有請本華麗圖書館 最高層級的研究員 蔡尚華女士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研究員 蔡尚華 我們這裡不僅是知識的殿堂 更是大獎都包括 十萬大獎就在我 背後這個書牆 但是今天誰有辦法 把它帶回家呢 我們設計了兩道關卡 帶資格在聯想題 答案一塊搶題準 才有機會晉級到我們的 九宮格 攻略賽 攻略賽非常重邏輯 推理分析你的專屬題庫 答對越多獎金越高 希望大家今天 都要努力搶大獎了 最後我們這把時間交給 直音中最佳主持人 家庭飾演兩得意的曾館長 大家今天是誰比較厲害 來看我們在第一個提示 奧 那應該就是 關鍵字的大集合 奧會接什麼 什麼奧 對不對 第二個字 三個字 他忘了 他忘了 答案是 厲害 對 沒有 我亂猜的 你們不要 對... 等一下是錯的喔 對 我只是亂猜的 很厲害 對 對啊 三個女的異口同聲耶 因為有個地方叫南方號啊 對 就剛剛就講了 他的年紀擔當啊 那個他們年紀差不多 什麼... 對 南方號還... 不是 南方號的時候還比我早耶 不要亂講 不錯耶 真的答對的話值得掌聲 真的 黃海倫他還沒想過耶 對啊 對不對 對啊 南方答對名 還真的耶 永泉方公園 我忘了 對不對 是不是 我也有 不要這樣 兩次來 才三題 好 我在這邊片面的決定 是 你可以出院了 他歷史上就是兩題 歷史 最夠輕 來進行馬國賢的 吉雯哥 可以嗎 王冠 王冠 果得了 瞭不得 馬國賢同學 是 血無雙酸 觀光科畢耶 是 所以難怪你做過導遊 OK 好 那我們等一下要看看 他這個今天的 超級夢幻大獎 為了你們又準備了一些什麼 來 請開門 馬國賢看清楚 有你最愛的東西 好 太棒了 氣大鍋嗎 數位恆溫的熱水器 熱水器 放在他前面的是 非常好用的氣炸鍋 小蓮花帳篷 十萬大獎 是迪士尼美語教材 居家親子首選的 互動教材 基本上那個不用再多看 因為不見得跟你有關 好不好 別忘了你來過 上來過兩次 對 請問你跟你面有什麼關係 哪一點關係都沒有 都是空手 空手而過 對 對吧 今天希望有點沉曬 好了 你有五分鐘的答題時間 好 好 看看你的第三套題目 來 請 第一題 卡通貓懲罰 因為你喜歡 收集哈錄機 對 然後粉紅男也瘋狂 因為你喜歡粉色 料理小常識 喜歡做菜 跟邀朋友來家裡 線上交朋友 玩過交友來 還有 易單身職業別 因為你是 演藝圈的最後聖男 對吧 台灣常小吃 這是你最愛的 台灣小吃 熱愛美食 發財風水學 聽老師的建議 在家裡也擺過風水 是 機車 兜兜風 你喜歡騎重機 兜風 環島過沒有 沒有 體力 就差那一筆 我們從哪一題開始 好 我們從這個 易單身職業別 好不好 答應我 今天至少三題 好 我盡量 易單身職業別 請處理 好 過來 不是 用 線索 我的答案是 B 科技業 先鎖定 其實你有答案可以直接數 在他說完了選項之後 或者答案是就可以直接上來 好不好 因為我說 我稍微想一下 因為我在質疑 因為那個什麼 公務員 因為服務業秉除掉 其實A跟B 它是比較值得叫 就稍微想一下 因為公務員 他的服務員會怎麼秉除 因為其實在服務業 是很容易交朋友的 就是因為很容易交 所以很容易單身 沒有 他應該是說 他很容易交朋友 選擇很多的時候也會很容易 朋友可能來得快 但是去得也快 所以一頁或是兩頁的時候 會比較多 一頁 對 一頁兩頁之後 就熟悉的就比較多 那公務員 因為他們的環境的關係 就比較可能 社會觀察這樣 對 就是稍微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一頁兩頁的 那你都是幾頁的 對 我都是很長的幾年的 我是用年算的 什麼 科技業 科技業 請揭曉 漂亮喔 第一題 你應該也過了那個壓力了 現在已經沒什麼壓力 隨緣 爸媽也不急 因為你弟弟已經生了 其實他只要看到我能結婚 後面的就在 你有沒有問過你自己 午夜夢回事 你在等什麼 我在等什麼 我要等一個人出現 等一個對的人出現 還是你想等 Hello Kitty復活 沒有 沒有 我等他復活幹什麼 幹什麼 第二題吧 第二題我們就來選一選這個 發財風水學號 好 謝謝 對 辦公室擺設跟 升官發財有關 請問下列 回準是正確的 辦公室風水 A 主管位子後方為窗 B 電話放在右手邊 C 電腦主機放左手邊 好 有 這個差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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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哈囉 升官發財 哪個是正確的辦公室風水 主管位子後方為窗 我的答案是B B 請鎖定 很多主管的位子後方有嗎 其實不能 好像沒有耶 不能 好像沒有耶 後面不能有窗 對不對 很像沒有 因為你必須要有靠 所以不能有窗 應該是要搶 如果那個主管的位子後方 為什麼電話放在右手邊 才是升官發財的一個 辦公室風水 我覺得比較順 其實因為我剛剛是BC 兩個答案在選 那腦主機誰研究過它放哪裡 其實正常來講 電腦主機其實是放在左手邊 沒錯 因為你 為何 因為以前我住辦公室的時候 我就是電腦主機放左手邊 電話放在右手邊 因為電話 因為我是右手拿電話 右手拿電話還多 快 就是因為我們是以前做業務 所以你電話搶得快的時候 你業績自然就會好 所以你電話一定要拿得快 所以一定是在右手邊 因為送我的手 隨便拍都拍得出來 你好厲害 真的啦 然後電腦一定在這邊 因為我鍵盤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電話接完之後 夾著 轉過來就開始打鍵盤了 然後看那個螢幕 對啊 所以自然而來的 很容易就可以升官發財 他真的會跳舞 好啊 好啊 這個露點 這個露點 好活活 請揭曉 有一點道理喔 我都被你感動了 不是 因為我真的就是這樣子 我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子 對啊 今天的答案是電腦主機 放在左手邊 好 其實辦公室風水非常重要 但是很多人都會忽略了 因為常常一加班下來 我們待在辦公室的時間 比在家裡還長呢 可是要告訴大家 第一點是你的辦公桌 絕對不能夠雜亂 因為當你的辦公桌越亂 你的氣就沒有辦法聚在那裡 就起不來 還有另外呢 左青龍 右白虎 龍洞 虎鏡 所以你的左邊 就要放下比較動態的東西 比如說電腦要打字用嘛 還有電話要接聽啊 其實你只要讓它放在龍邊上 就可以不斷地帶財 帶旺 把這些運勢給帶進來 所以左邊是要放電話 電腦 右邊這個虎邊 我們放一些靜態的東西 比如說資料夾 文件夾 就是放在右邊 那在這個風水上來說 左邊的東西放得高一點 因為左邊同時代表著水 水從高處往低處流 才可以讓這個財源 一直不斷地流進來 永遠是你過不了 對啊 很怪耶 你人生的那個砍 你過不了 就像我單身那個砍也過不去 像鬼 怎麼會這樣子 一定有什麼風水沒有搞定 我覺得應該是 還是你收集了太多Hello Kitty 其實我現在慢慢都把它收起來 不要再問張維... 不要再問張維中 你不要講出來喔 你不要這樣 非常的可惜 憶恨 下一個資格賽 第二輪的資格賽 目前男生1比0 加油 第一個提示請按五秒 饒舌會想到什麼 這難道也是關鍵字嗎 第二個提示再開十秒 誰... 哈平遠 是我嗎 答案一次 瘦子 瘦子 是最近的新聞話題 對啊 而且他應該是最近 其實台灣饒舌歌手滿多的 越來越多 對 但是一出現頑童 我就應該確定應該是他吧 瘦子答對沒有 不是 我要提示幾個字嗎 答案幾個字 我還沒說幾個字耶 你確定要按 要按了就要答 算了高位 說答案是 不是瘦子 不是瘦子 那是什麼 為什麼想到兄弟本色 因為他是兄弟本色裡面的 一個成員 一個成員 兄弟本色答對沒有 答對 這麼厲害 太厲害了 你今天太傷豬頭了 太厲害了 我拖豬了 微塵太智聰明了 來 請就位 好特別的戲喔 是事業經 事業 對 來看一下人生的第一套 量身打造的題目 來 跟微塵有關的是什麼題目 付費聽你唱 你是雙人美聲的重唱符合 對 嘉義古色古香 他是嘉義人 對 所以對嘉義是了解的 就是愛排隊 他是田復甄的迷 曾經呢 側夜的排他的簽唱會 我的天啊 太感人了 他本人知道嗎 我都會說 開車放手歌 他喜歡開車 方向感不錯 外送最在意 愛叫外送 你跟乙憂 乙憂 兩個人一個月叫了 可以叫一萬多塊的外送 對 滿積極的 小女人撒個嬌 自認是個撒嬌高手 修圖心理學 手機常用美圖秀秀 是吧 對 妳小心吃 喜歡吃麵粉類的製品 對 吃麵皮吃飯多一點 我也喜歡吃那個潤餅皮 潤餅皮是米做的 對 以米漿為出 但如果妳那個什麼 水餃啊 水餃皮 水餃皮我很喜歡 我會把肉跳出來 然後吃皮 妳下次直接水餃皮 別包了 直接就切長條 搭一搭 當麵煮 但是我不會煮飯 我哪有 我要 開車放手 來 我們出個題 請問在開車時 播放什麼頻率的音樂 有助於提神 A比心跳頻率稍快 B跟心跳同頻率 C比心跳頻率稍慢 B B 跟心跳同頻率 請說你 唉唷 為什麼不是快或慢 為什麼這樣 因為太快的話會很興奮 心很好不是提神嗎 會越快 可是很容易出車禍 會嗎 會 容易累 然後慢的話 你會想睡覺 就是以我平常開車的經驗 應該是這樣 那董事 聽個謝經驗 然後就車禍啦 怎麼可能 我聽董事 董事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 就是一起 這樣 就有時候我在開的時候 會開到 忘了把手放在方向 他就是 握好 握好 可能是對的 請介紹 有些人可能會選A啊 好厲害 A 我覺得 為了要值得有些會選快 對不對 對啊 好 有時候都在開長途車的時候 的確很容易精神不濟喔 所以這個時候呢 一定要注意很多人會想要 用聽音樂的方式 來提振精神 但是呢 如果你聽那種重金屬搖滾 或是莫賈特交響曲 雖然呢節奏非常的澎湃 可是呢 也很容易讓駕駛的心情 變得非常的激靜 躁動 所以就會增加事故的風險 也不能夠聽太慢 因為聽太慢呢 容易會昏昏欲睡 所以最好跟我們的 心跳頻率差不多 幾乎讓它的節拍呢 是每分鐘六十到八十 其實是最好的一個狀態 來 第二題 都叫什麼來吃啊 早餐 蛋餅啊 三餐都有 三餐宵夜都會叫 都會叫外送 三餐幾乎都是 你們兩個女兒住在一起嘛 對 沒有想搞個廚房 然後自己玩玩什麼 因為我覺得洗碗很麻煩 你也這麼想 因為本身廚藝就沒有很好 所以通常煮的都只是泡麵 或是微波 因為最近那個吳秉承啊 吳師傅跟那個詹姆斯 都有出一個懶人的料理書 就把它搞起來 但是還要去買菜 太難了 你會不會有一天覺得 呼吸很累會不會 不會 不會嗎 外送最在意 請助理 對 疫情帶起了許多餐飲 外送宅經濟 直策會調查 道路出人 在疫情過後 不想使用外送服務的原因是什麼 A 外送員態度不佳 B 不想付孕費 C 食物不夠新鮮 B 不想付孕費 你所定 這三個有沒有可能都是原因 其實都是 但是我自己在點餐的時候 有時候有孕費 我就會不想 所以我還去辦了會員 超過一個價錢 就可以不用付孕費 所以我覺得要付孕費 可能會是 一個原因之一 不講付孕費 就是不想使用外送的原因嗎 請介紹 超過馬國賢了 說真的 對不對 答對兩題難嗎 不難喔 其實不難吧 好 回程 第三題 愛吃吧 愛 超愛 什麼口味呢 蛋黃 要不要找你 要 喜歡找你還是豆沙 都喜歡 你的眼睛有光嗎 對 他真的喜歡吃 月餅要怎麼樣小心吃 來 請注意 中秋月餅吃太多 小心肚子變得團團圓圓 請問顧鏈哪一款月餅的熱量 最多呢 C C嗎 對 妳有點不假思索 是因為妳看到雙蛋黃 沒關係 對 蛋黃很肥耶 那乳肉綠豆泡 不高 我覺得可能比起蛋黃 他們都還好 鳳梨酥不高 鳳梨酥 現在很多都是鳳梨 做的內餡 所以應該也算不錯 還有冬瓜 覺得他答對的舉手 女生不以為然 哈冰遠 我覺得是A耶 滷肉綠豆泡 滷肉嘛 因為裡面有很多豬油啊 因為其實做月餅就要 很多很多的豬油 對啊 才會香 可是滷肉它又有醬油 它又有豬油 它有更多的豬油 那蛋黃其實它是 我想到的是 跟膽固醇有關 跟熱量比較沒有那麼 綠豆泡的綠豆泥 是不是需要有奶油啊 都要有啊 還有糖 這些全部都要有 都會有 乳肉綠豆泡是鹹鹹甜甜的嗎 對 那這樣熱量不算低喔 也覺得是A嗎 我覺得是B耶 鳳梨酥 我知道我覺得 兩種都是會讓大家覺得 這兩個聽起來熱量都很高 所以我覺得鳳梨酥 我覺得這是一個陷阱梯 漂亮 聽到沒有 聽起來 它有雙蛋黃喔 看前面 那個會做賽的 是 你覺得哪個答案 我覺得是B 你也覺得是B 對 我覺得是鳳梨酥 完了 完了 只有你們兩個選它耶 完了 因為感覺 我覺得跟雙蛋黃 還不一定有那麼關係 它全部都有豬油 但是蛋黃真的是熱量真的很高 對 可以體質 所以我們在運動的人 都會盡量避免 對 我們在運動的人 都是這樣 你可以再一次湊過去 我們在運動的人 我們在運動的人 運動的人 人裡面應該很少 有寡連閒遲的吧 不多 不多 少數進了演藝圈 對 就那麼一百零一個 而且少數會進演藝圈 對 請揭曉 好厲害喔 好 這裡一個燈都連下過去 真的是該減肥囉 烤肉月餅吃太多 容易胖 而且要告訴大家 月餅的熱量到底藏在哪 其實鳳梨酥跟一個普通的蛋黃酥 一個熱量 大約落在兩百五到三百大卡 像是鳳梨酥 很多人覺得它不是 就是鳳梨纖維還不錯嗎 可是事實上 當它帶了點酸 它就必須要拿更多的糖 去平衡 中和掉它的酸味 所以鳳梨酥裡頭 含糖量挺高的 那麼我們剛剛有說到 這個蛋黃酥 那它裡頭 為了要把這個蛋黃拌開 所以它會需要加大量的油脂 所以這廣式雙蛋黃月餅 相當可觀 它一顆 熱量要八百大卡 這是什麼概念呢 一個便當的熱量 就是這樣一個廣式月餅 那像我們剛剛所說到的綠豆碰 滷肉綠豆碰 它裡頭也是加了油蔥酥 進去空烤 所以油蔥酥也很油 這綠豆碰一顆 也有三百五十大卡 因此建議大家 在吃月餅的時候 最好是分食 不要自己吃一整顆 否則當天呢 一定要少油高鮮無糖飲食 才能夠中和掉這些熱量 好了 第四題 不費聽你唱 請出題 根據網路平台調查 超過三成的民眾 會使用付費收聽音樂 請問一個月 平均會花多少錢 A108元 B128元 C149元 應該是 單C吧 149 C是說定 為什麼應該 因為我有在付錢 差不多是這個價錢 149 108太低了 請揭曉 嗨 超可能 對啊 正確答案是 一百零零八元 剛剛我們的題目是說 平均每個月會花到多少錢 那其實現在大家已經 很少去買實體專輯了 多半都會在這個網路上面 來使用這個付費的方式 來收聽音樂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當中有三成的民眾願意 女性願意付費的比例 又比男生更高 同時呢 有一半的這個民眾呢 是使用個人的這個用戶的方式 來付費收聽音樂 但也有很多人 是用家庭的方式共享 所以呢 當這個價格平均下來之後呢 就沒有149元這麼貴 大概落在一個月108元 起碼沒有空手回家 送個禮物 來 好 我們要送給維晨的是 Cava Bubble Soda 全自動氣泡水機 包括氣泡水機品牌 專利的渦流設計 氣泡口感再升級 按壓一次就能夠馬上飲用 環保健能 免插電 免電池 提升生活質感之外 也可以一起愛護地球喔 漂亮 希望你喜歡 謝謝 帶一個禮物 帶一個禮物 難嗎 難 加油 來 下一回合的資格賽 第三位的資格賽 照目前看來大家的答題數 今天搞不好會有四個名額 可能會有四個名額 來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三男一女 三男一女 幹嘛 第二題是再開十秒 流行嘻哈團體 是一個三男一女的組合 音樂人才知道的嘛 這不是音樂人怎麼曉得 對不對 漂亮 厲害 合理耶 媽 好像 如果這樣的話 那下一個提示 應該就是長蛇了 對不對 長蛇 嘴巴很 嘴巴很厚啊 之類的 對啊 大嘴巴 到對面 厲害喔 果然是歌手 對 厲害 哈孝遠 你完蛋了 你花點時間找看護來吧 好不好 人設看了 聖莊出席 我已經想到了耶 你哪一個沒想到 真的啊 剛剛今天每個人答的 你就說你想到了 真的 算了 今天跟我姐來比較衰 我就知道她會講這一句 以優 今天女子組 來又逆轉喔 現在 來 以優的 九龍歌功力賽 請就位 以優 莊盡高職音樂科畢業 算是音樂專長 那音樂科那幾年有練 有練樂器嗎 有 素笛 黑管 那是肺活量很好耶 對 但那個要練 當然 要練吹 吹衛生機 那不好吹耶 不好練 對吧 嘴巴很痠 不好接 什麼 先別吹酒都是會痠的 對啊 好啦 參加過中國好聲音 我相信你們一起呢 有經歷過很多很多的 各地的征戰 而且要讓兩個 不同生活步調的人 能夠住在一起 我相信這個在增加 人跟人之間的一種 相處的能力 你們應該培養得不少 畢竟已經住了七年 年齡相仿吧 差不多 我覺得他就是 比他年紀的人 還要幼稚一點 所以我跟他 處得滿好的 他年紀 他年紀是比你大一些 可是他很幼稚 對 他很幼稚 這個團體好像非常不合 對不對 你冷靜 全都不要握緊 好 看你人生的第一套題目 以後 恭喜 請公布 你只有三分鐘的答題時間 更緊張一些些 好 女生創造力 你是美生組合 而且你們蓋過過很多 經典的歌曲 原名姓名學 原來你是 對 而且參加了今年的豐年祭 對 睡覺冒臉感 你有一個易做夢的體質 是 貓草最佳期 養過兩隻 美國的短毛貓 對 室友行為調查 兩個人住了七年 以前還會吵架會冷戰 墾丁美食榜 每年家族旅遊 都會去墾丁 高顏值女團 喜歡韓團 所以墾丁 會以為在講我們耶 去兩次的韓國 泡麵小達人 很會煮泡麵 堅持要計時 而且要加半熟蛋 我們從哪裡開始 貓草 最佳期 貓真的認主人嗎 認耶 而且我們養兩隻 然後一隻特別像牠 一隻特別像我 很奇怪 什麼叫長相嗎 就是個性 個性 有一隻很愛撒嬌 可是牠就是面無表情 像牠 對 好厲害喔 然後 然後另外一隻 就看起來蠢蠢的 很好動 貓草最佳期 是 出題 我的答案是 A 一週一到兩次 聽說音 讓我了解多一點 什麼叫貓草 貓草就是 貓毒品 對 貓的 靜的 不好說的東西 就是牠 會害 吃了會害 對 會興奮 會興奮 那為什麼讓牠那麼害 就牠可能平時 在家也沒有辦法出門吧 然後可能為了怕牠 得憂鬱症 媽 怕牠得憂鬱症 妳可以 我這個會不會被 妳還可以比較正經 妳可以 類似牠喝點酒的感覺對不對 對啊 那一週一到兩 一週 每週一到兩次 會不會太多了 對 應該還行吧 就像我每次 每週一次 給牠們吃罐頭 就讓牠們嘗到那個感覺 然後又不會讓牠們成 會讓牠們上癮 對 請揭曉 好 其實貓草 又有另外一個別名叫貓大麻 因為在吃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這貓咪的狀態看起來 會變得比較興奮 抗分一點 同時牠可以有一點 減壓的效果 不過其實貓草呢 最主要的功能是因為 有一些貓咪 牠們平常在清潔自己的時候 常常會把一些毛髮 吃到肚子裡頭 久而久之這些毛髮 或者是牠其實要吃的東西 牠並沒有辦法做一個很好的消化 所以需要貓草來促進牠的腸胃蠕動 幫助排除這些 積在牠們的胃裡頭的毛髮 可以讓牠能順利地排除掉 所以其實也要告訴所有的四竹 這個貓草其實並不能夠食用過量 一來食用過量之後 其實對於牠的這個效果 是會大打折扣的 而且也容易會造成貓咪的身體負擔加重 甚至可能會有中毒的危機 所以提醒 當貓咪正在懷孕的期間 或是有癲癇症的貓咪呢 都要更謹慎地來使用貓草 第二題 室友行為調查 你們是住在一個房子裡 是 但也住在一個房間裡嗎 不是 不是喔 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有自己的房間 有沒有讓妳最不解的 微塵有沒有讓妳最不解的生活習慣 我覺得牠比較喜歡喜歡人吧 牠就是比較喜歡順便啦 就可能我經過廚房 牠就順便幫我倒個水啊 幫我倒個咖啡啊 然後妳也甘之如意的 對 我後來就也覺得 沒關係 就順便吧 請出題 網路調查室友惹人厭行為 請問室友哪一個行為 是大家最無法接受的第一名 A 鬧鐘想不停 B 帶男女朋友回家 C 散發異味 我的答案是 B B 請鎖定 這三個搞不好都是 只是不知道哪一個是第一名 對 我覺得是嚴重性 鬧鐘想不停也很煩啊 牠就是不按掉啊 是沒錯 可是我覺得B比較嚴重耶 怎麼會嚴重呢 我本來也在想C 散發異味這件事 散發異味也受不了 散發異味因為畢竟 你鬧鐘還可以關掉就關掉了 對 異味散出來 就散出來了耶 無所不在 對啊 牠走過的地方都有耶 可是牠說最無法接受啊 散發異味可能頂多叫牠 請牠噴個香水或是 但男女朋友回來 有什麼好不能接受的 單身狗最討厭看一下 對 是不是啊 應該是 所以如果你的室友是單身的話 然後如果另外一個室友帶了 他的另外一半回來 所以 可能因為我覺得是 在這個空間 是我們比較私人的空間 然後他帶了另外一個陌生人回來 OK 會讓人覺得很不自在吧 覺得他答對了舉手 就一個喔 妳也覺得喔 因為我覺得帶一個 不熟的人回家 真的滿尷尬的 而且那是自己很私人的空間 就會覺得好像被侵犯 認為鬧鐘響不停的舉手 果然怕吵 認為是散發異味的 好 各有兩個 請揭曉 好 恭喜你們遭到淘汰 全部遭到淘汰 好 好的室友不一定能夠 帶你上天堂 但是壞的室友 絕對會讓你下地獄 所以這個惹人厭室友的 十大行為裡頭 第一名就是帶男女朋友回家了 因為畢竟又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對象 常常兩個人在家裡面 輕輕抱抱 不小心就會讓我們看到 還有尷尬的畫面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 熔登第一名 而第二名則是 有一些人是 男女一起租這個雅房 所以很討厭的就是 廁所的馬桶蓋 都不掀起來 實在很髒 所以這個是第二 而第三名則是 音樂或者電視的聲音 開得太大聲 會擾人親近 不過其實當中也有包括了 偷吃人家東西 或者是室友太誇躁 我回家也無法休息 聽你吵個不停 也都鳴在榜上喔 好啦 一彎在巷子頭 高顏值女團 妳們算不算高顏值女團 算啊 我們應該就有幾個吧 妳很沒自信耶 我們要謙虛 資料上寫是 非常喜歡BRAPPING對不對 對 妳喜歡 特別喜歡誰 LISA嗎 ROSE 對 不是喔 不是LISA 不是 LISA是她 高顏值女團 來 起 出題 門面擔當 可是票選 票選網友耶 對耶 對啊 我覺得這很難耶 1分50秒 Oh my God 她這什麼症狀 因為有兩個 她不是很安全 妳很容易吵到0G耶 吃了貓草了 吃了貓草了 Oh my God 妳剛剛有吃貓草對不對 C好了 1分30秒 1起訴你 可是這個答案太理所當然了 妳到底怎麼了 快吃了貓草了 我想要贏 我懂 我懂 我以為是妳比較會照啊 會照啊 會照啊 沒有 其實是她 滴滴丟 對啊 她的正中比較隱形 妳不是說喜歡JENNY嗎 ROSE 我是ROSE 妳真的有ROSE 怎麼辦啊 我有點 為什麼選C 我有在想會不會是C 很警惕 可是又覺得因為 他們裡面的門面擔當 就是基礎 基礎 基礎 基礎真的很正 可是又是網友票選 又怕大家 又怕太理所當然 對 每個人喜歡的不一樣 我覺得可能是對的 可能 可能 我也覺得 起 揭曉 好 好 加油 妳花了快一分鐘耶 不好意思 沒關係 沒事 因為妳剩下1分29秒而已啊 好 我快速 加油 第四題 睡覺冒靈感 容易做夢的體質 是什麼發現的 妳只要每睡必夢 我 而且我都會記得 但是細節不會記得 但是我會記得 我今天做了哪 不一樣的夢 妳也沒有夢那種 連續的 下走的 沒有 有時候很想連續啊 它就偏 偏就是給你斷開啊 它就不會讓你繼續下去 尤其是那種 最甜的那種 最甜的 哪一種是最甜的 最甜的 就是啊 開玩笑 這種夢 妳春天做的夢啊 就是蝴蝶在天上飛的那種 很開心啊 什麼啦 梁三婆 不要再吃貓草啦 對啊 它真的有吃貓草耶 好可怕 謝謝主題 研究發現 用什麼姿勢睡覺 比較容易做春夢 A 養睡 B 側睡 C 攀睡 C 我要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 你也有一分鐘回想 你也有春夢 我答是C 趴 趴睡啊 你說你 為什麼 因為趴 趴 等一下 我覺得這個問題 有一點那個 回想一下 是不是曉得 你做過春夢嘛 對不對 對 每個人都會 偶爾就是不常 但是 有時候會夢到 對 不常 大概什麼樣的情節 什麼樣的情節 我已經不是記得很清楚了 而且這個節目也不太好說 你說嘛 趴睡 為什麼 趴睡 可能在夢 就是 我用努力回想 可能是 那個枕頭是 你抱的另外一個人 然後可能就是 在夢中可能發生了一些 事情這樣 所以因為 側睡 我很常側睡啊 但是我不常夢到 會畫面 或是春夢 你知道一趴睡 結果春夢跑出來 感覺啊 我可能 因為我不常趴睡 結果畫面 但是我猜的啦 我猜的 我猜的 煩死無對著 我們哪知道你常不常趴睡 你趴睡 搞不好他都不知道了耶 對啊 我今天回去試試看 回去趴睡嗎 白癡啊 接下 冷靜 對 冷靜 好 這是根據香港 一個有關做夢的研究 他們研究出來說 其實呢 在這個睡姿的部分 一趴睡 最容易讓你做到春夢 而且容易夢到呢 你平常這個心目中呢 比較性幻想的對象 或是偶像的這種春夢 那其實原因是 因為在趴睡的時候啊 我們的胃會受到壓迫 還有整個人呢 這個呼吸啊 也會變得比較困難一點 會比較有束縛感 而這種束縛感呢 就容易讓我們跟性產生連結 所以就比較容易會 往色色的地方去想囉 我今天要開始趴睡 今天要開始趴睡 今天要開始趴睡啊 回去就趴睡 回去馬上趴睡 大家都趴睡 大家都趴睡 台灣超過一半的觀眾 都那麼趴睡 對 來 第五題 請出題 請出題 以上最新研究發現 女性創作的音樂 比男性更有創意 請問是什麼原因導致的 A 先天差異 B 生長環境 C 社會壓力 女性創作的音樂 比男性更有創意 請問是什麼原因導致 45秒 C 社會壓力 請出題 你為什麼認為社會壓力 男性可能就是 覺得我就是去 去打拳啊或是去健身啊 那女性應該會想要 紀念這樣的一個 抒發壓力的一個 你會用 用別的方式來宣洩壓力 來記錄 對 來記錄 可能大家宣洩壓力的方式 來 請揭曉 我希望你是對你 女性要去的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要去 寫樂透 好 這是根據 這個音樂傳流平台 Spotify他們的調查 他們就說發現 這個比對了一些聲音聲聞之後 覺得女性的創作能量 略高於男性 主要的原因雖然說 我們現在都一直提倡男女平權 但是性別不平等 就是狀態 還是存在在我們的社會當中 因此女生其實呢 比起男生來說 需要花更多的付出跟努力 才能夠被看見 被聽見 所以其實這也是 因為外在的社會壓力 讓女生產生了 源源不絕的創作能量 第六題 好啦 泡麵小達人 請主題 美國泡麵達人公布心目中 2020年世界十大吉時麵 台灣唯二上榜 除了阿舍乾麵之外 還有哪一家呢 A 老媽拌麵 B 真拌麵 C 台九酒香拌麵 我的答案是 C 台九酒香拌麵 C 請主題 2020年世界十大吉時麵 妳選C的原因是 因為我 妳覺得真拌麵一定是陷阱 有 對 我剛剛本來想說選B好了 不關注 對 它應該是陷阱 我覺得 對 我覺得它是陷阱 我覺得 好像因為2020 我選C是因為它 我自己覺得它是 心目中的經典 九香拌麵 對 九香拌麵 它那個花雕雞是吧 對 很好吃 我覺得那個花雕雞 很讚 我常想那個麵 吃完九色會不會過 因為它有十幾% 整個人爽爽的 不知道為什麼 不需要趴碎 我覺得有效果 搞不好對咧 會對 請揭曉 不是台九 最重要的答案是 老媽拌麵 那我們要告訴大家 這是根據美國泡麵達人 他們的這個 一個評選 那當中的第一名 其實是一款新加坡的 拉撒口味的這個泡麵 那另外在台灣的部分 老媽拌麵 還有我們剛剛所說到的 阿舍乾麵 都是榜上有名 好的 雖然就差一題 拿到三萬大獎 但是 來 送什麼給大家 好 我們要送給以後 的是 Elma 蒸汽運動清潔機 急速加熱 長小蒸汽 有清潔儲景儲物等功能 一機就能搞定 各種開始地面都適用 十幾家清潔大方手 讓生活品質再升級 剛好吃到這個 真的想買 真的想買 因為我振興券都一直沒用 然後想說 要不要就買一個運動 來 忙進行 終極懲罰 恭喜今天出來的人呢 除了把國賢之外 都有獎品 所以今天看起來呢 我們的女子組這個 陳優 這個美生兒重創 總體實力還是比較強一點 是 你剛剛答對 對 所以這個就戴著看就行了 好的 這件事跟你無關 好的 一人一笑 我們來 他戴那個沒有為何 沒有人選我們 搞自己穿得跟NIP一樣的 不知道幹什麼 好 你先來 好 看前面 再動 再來 再來 再來一點 好 放 好 非常 好大 我的九尺兵爬呢 九尺兵爬 九尺兵爬 紫前組 紫前組 你幹嘛要拉 你往前拉住 你往前拉住 媽拉所以已經在那邊有了 這手是這個意思 有沒有 我一定打死 你千事行刑 你千事行刑 舒服 這個 什為知己則死 女為月己者容 我們的結交朋友呢 在相知 所以 今天看到一對一對的 都是相交多年的 親朋好友 周到周五晚上九點鐘 我們來凝聚向心力這件事情 就交給這個節目 你可以呼朋引伴的 從這節目裡面 找到很多凝聚向心力的方式 不要忘記 準時收看我們的 全民心攻略 拜拜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